今天是1月25日,大年初一 先跟大家說一聲 鼠年進步, 事事順利, 萬事如意 立即聽聽今天是有什麼節目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SNFT頻道 希望大家支持我的頻道, 買一些產品 包括手錶、葡萄糖胺 加上一些護膚產品 今集有新的嘉賓 這個新嘉賓又像上次一樣 都是冠軍級的人馬 什麼冠軍呢?這個真的厲害 重奪兩屆散港杯冠軍的人馬 他就是我們香港隊的前教練 我叫做新國子道的郭家樂 歡迎歡迎 家樂 你好, 各位大家好 國子道真是很難得 你叫我做新國子道 我也有點嚇死了 那你真是國子道 現在 因為國子道 沒錯 因為國子道 在我們香港 一定是郭家銘先生 就是最 在我們香港足球界的 真是神級的人物 沒錯 所以加個新在前面 那你就是 長江後浪 沒有壓力 對你來說 為兩屆散港杯冠軍 只是這個名堂 都已經足夠了 對不對 再說多次 郭家樂 謝謝 沒錯 謝謝 其實我也是一班球員 其實香港隊 其實對著 廣東隊 幾年的賽事其實很接近 幸好也就是 在2018年的時候 我自己 可以做到主教練 就可以出戰這個比賽 經過兩回合的比賽 就贏了冠軍 去年也成功為年 對我來說 對我自己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榮譽 沒錯 因為其實 基本上 我們香港人 這個是 新加坡朋友 可能聽一下歷史 其實散港杯 對我們香港 或者廣東省的朋友 其實是很大的心結 基本上 每一年 除了看一些 什麼大賽之外 什麼竹種杯 什麼什麼杯之外 最重要的起碼 就是 散港杯 當然 如果那年 有歐洲國家杯 有世界杯 就當然看那些 對不對 去到散港杯的 兩個星期日 大家都會 在電視機旁邊 或者在現場 就會去看 這個是我們非常想去參與的一個 散港杯的賽事 沒錯 也是香港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的賽事 我 這麼幸運 就是我 贏過 2018年那一屆 就是叫做第四十屆的散港杯 剛剛 對賽一年就是四十一屆 都叫做有四十多年歷史 其實香港隊 都叫做 輸了連續 都整個五年 所以 重奪這個冠軍 就是我們整個香港的 球員 球迷 都很開心 我想問一下你 你本來這一季 就是1920這一季 就是在和府大埔 但是為什麼你退休了呢 你退休了 是搞什麼呢 其實自己就很想 因為和府大埔 就是去年的 我們香港港超聯的冠軍 也都成功 就是會 就是會 就是踢這個叫亞冠的 這個外圍賽亞冠 就是亞洲的聯賽冠軍 一個最高級別的一個賽事 那自己就 我成為主教練 就很想挑戰這個比賽 面對著 說著 亞洲的最強的女 包括例如一般 韓國 甚至中國恆大 等等的球隊 可以挑戰他們的希望 但是自己其實現在就 考分一個叫做 亞洲足協的職業的教練牌照 那就很不幸 就撞了旗 撞了旗 撞了旗 這個比賽 那麼就 亞洲足協 規定因為 始終 教練一定是要在場上的 那如果 所以撞了旗 就沒辦法了 真是 不好意思 要跟球會請辭 要考完這個license 才可以再 繼續去下一個挑戰 這個職業牌照 這個license 那個級數去到哪裏呢 即是 怎樣去分析它 即是 我們以前又叫什麼A等教練 或者怎樣 即是各指導 即是說我們 原底的各指導 即是可能有些A等一級的教練牌照 不知道什麼 國際足協什麼什麼 教練牌照 這個職業牌照是怎樣的呢 即是等級去到哪裏呢 其實 亞洲足協 就要求 每一個亞洲國家的教練 都要一個牌照 才可以做到一個教練 那 例如他們很多的 即是 不同亞洲的總會 他們可能會有些 由ABCD的D牌 這樣去開始 一路上去C B 和A 那樣 那現在基本上 如果去到 你說教一個 一個地區的聯賽 或者一些青年軍的主教練 是需要這個A牌 亞洲總業的A牌 但是如果你要教一個國家隊 或者我剛才說的一個亞洲冠軍 球會配亞冠的程度的時候 就一定要需要這個 叫做Pro License的職業級的牌照 那現在 其實我在香港 在香港 香港本土的教練 其實只有六個教練 是有這個牌照 反而 就是說 在中國大陸 那麼多人 那麼多億人 都是只有150個教練 是有這個職業牌照 所以 都是比較少 和難考 還有 都是需要 這個牌照 才可以教到最高的級別 嘩 如果這樣來算 在香港計算 就是限制版 就是 只有六個 有這個Pro的 是的 如果小弟 在議員就考完 就七個了 順利就成為第七個了 對了 OKOK 我 趁這個時間 就預祝你成功 是 Thank you 那你就 磨腹大埔 再之前就在元朗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我這個頻道 當然有香港的朋友 也都有新加坡 馬來西亞 歐美的朋友 那如果他們 有機會 即是 來到香港 去玩也好 公幹也好 他們在大埔區 甚至乎在元朗區 你最熟悉的 因為你在那邊 都叫做 執教過 有些腳毛流過 對不對 沒錯 沒錯 那在那些地方 有沒有哪些食肆 元朗 就是恆香 老餅家 肥韜的酒家 沒錯 沒錯 那有沒有什麼 地道的 在大埔也好 即是北區 的餐廳 酒家 的地方 是值得你推介的 其實我當年 其實也不太當年 基本上 18、19年 我在元朗教的時候 其實元朗 在香港很出名 就是所有的美食 即是每一間餐廳 都有一些很獨特 很特別的食物 而且質素 是很高的 在元朗當然 最出名的就是 你剛才說 其中一個 阿韜哥 一個大培華的酒林 其實他吃的一個 他們的特別 叫圍村菜 例如一些 烏頭魚 因為元朗 其實烏頭魚 是很出名的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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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出名的 這一個也可以大家去試一下 他們都記得 那些飯 是可以攪到豬油的 是嗎 即是有些很懷舊的豬油 很好飯等等 還有一些 很好吃的 很特別的廣東菜 即是 不是說 他外面 任何一間酒家 吃到 他這一間 大榮華的酒樓 是先吃到的 這個我推介給各位朋友去試一下 另外 其實在元朗 有一個很出名的地方 叫做柳浮山 嗯 沒錯 柳浮山 其實對香港 很多人來說 都是很出名去吃海鮮的 香港其實有很多吃海鮮的地方 柳浮山 是其中一個 是最出名的地方 都不近的 在元朗 你再要乘車進去 那一程車 可能在二十至三十分鐘 帶來的元朗風景很好 進去就像一個漁村一樣 沒錯 裡面有很多的 即是 你有元朗很多東西走 有些寒美等等 裡面的海鮮 尤其是元朗的烏頭魚 在元朗裡面 是做得非常好吃的 所以去推介大家試一下 大埔那邊呢 大埔有沒有什麼推介呢 大埔其實都有很多的 例如 魚蛋粉 是 這間都很出名 是的 都很出名的 其實你說去到這個大埔 最出名的是一間茶餐廳 它的雞批是特別出名的 是嗎? 近哪裏 沒錯 他們自己 在香港 蛋撻 雞批 這些都是很好吃的 一些地道食品 他們那些雞批是特別大的 所以 對 沒錯 所以 如果大家有機會 一定要去試一下 近哪裏 在這間 這間 在大埔區的位置 大埔區 對 沒錯 沒錯 我們去問街坊 如果想買雞批的話 去哪裏 沒錯 好 OK 這一節 聽完新國子島 跟大家說 元朗 和大埔的美食 下一節 我想衝出香港 看看國子島 去哪個地方 接下來 下一節 介紹的地方 基本上 很少人會去 我只可以這麼說 這個領導人 曾經在新加坡出現過 OK 大家應該知道 OK 如果大家 LIKE 新國子島 請你 給個LIKE 和SHARE 加上 Subscribe 我這個Channel 和按一下小鈴 公仔